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GST的课题 这几天吵得沸沸扬扬 GST课题 因为Rafizzi他直接跟你说 我们已经在研究了 GST是一个好的税制 然后我们在研究在将来将会推出 但是我们有一些问题要克服 首相安华也讲了差不多一样的话 但是他没有像Rafizzi这么直接了 他说GST可以推行 但是有一些东西 我们先要解决 先解决掉这些问题 我们才可以推行GST 所以引起了很大的浪潮 我们直接讲 我自己是支持GST制度的 这个是在纳吉推行GST的时候 我就已经写文称赞 该赞的赞 该骂的骂 纳吉有做对的事情 我们赞他 比如GST 但是GST里面有很多问题 这个税制 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是纳吉时代 执行出现很多错误 这个我当时也有提起 这些错误 等一下我会讲 希望政府不要重复这个错误 但是我们不应该他有做错 就把他对的东西给淹灭 所以纳吉当时推这个GST是对的 当西蒙2018年上台了之后 撤销这个GST 我是大力反对的 因为当时纳吉所推行GST的那些错误 比如一开始把税率定的太高 6% 有很多东西必需品 你都没有把它弄成免税 把它弄成零税率 反而一些龙虾 这些食材很贵的 却可以免税率 引起极大的抨击 但是在这个GST推行了几年之后 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 各种东西应该要免税率的 都已经慢慢免税率的 然后当时你一开始推的时候 你没有去好好的教导商家 所以很多商家 尤其是老一辈的商家 开杂货店 如果像我家的杂货店 你需要GST的话 那宁愿关门 因为你要买电脑 你要买机器 至少要花几千一万 甚至一两万来增加你这些器材 你不能再用手写的单 所以一两万 我可能要做两年 我才赚一两万 小本生意 一个月可能就赚一两千块户口 真的 像我以前我家的杂货店 我看过我妈妈记账 因为我会拿家里的钱来用 你要拿家里的钱来用 这个我也是公开讲的 我小时候很喜欢买书 很喜欢亲朋友吃饭 都是雇电的时候会拿一点钱 讲难听就是偷了 我也是直接跟我妈妈讲 小时候就是这样子 你要拿家里的钱 你就要看账本 每天平均收多少钱 你不可以拿到太多 每天平均收三百块 你拿到剩一百块 你拿了两百块 那你不是自己拿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 所以我拿店里的钱拿了十年左右 没有被发现过 有被怀疑过 可是都抓不到 这个是有一点技巧在里面 但不要学啦 这个是不好的事情 不要学 所以像我家里以前的店 一天就做两三百块的生意 两三百块还没有算成本 扣掉成本 你的利润一天可能就三四十块 四五十块吧 所以你算一下一个月是不是赚一两千块钱 真的就是如此 我以前是看过家里的账 我知道 所以这些小店 你突然叫他拿一万块出来来添购这些器材 这些器材不是让他赚钱 是为了让他报税罢了 让他为了出单罢了 这些店不会宁愿关闭 所以当时其中一个弊端就是政府给予这些中小企业的补助 给他们的教育 给他们的帮助并不足够 可是这些问题在刚推行的时候有 在已经推行两三年 该倒的都倒了 已经不成问题了 对不对 当然当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把开始的数额定得太低 五十万 你问我 我应你至少要定一百万或者是两百万 就是你一年的生意额 只要有五十万 那你就要去实行这个GST的制度 如果没有你就不需要 五十万像杂货店 当然我家的杂货店 你一天两三百 一个月六七千 一年可能十万块 不会到 可是大一点的杂货店 他们的margin是很低的 margin就只有十八千 二十八千 有开过杂货店的人都知道 或者是这些修理的店 他们的margin很大 因为他的零件很贵 可是他收的这些手工费其实赚的钱并不多 可是他很容易就超过这个五十万的标准 就变成他明明赚很少的钱 可是他也要加入到这个GST里面要缴税 所以当时把价格定得太低 这个也是一个弊端在里面 当然还有他体制性的问题 就是个人所得税跟公司税并没有降太多 好像当时才降一百千还是两百千 我忘记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可是你初始GST的税率直接就定六百千 其他国家都是三八千 四八千 五八千 慢慢开始 然后才慢慢加 像新加坡今年刚刚加GST 慢慢加 要给人民适应 因为这个GST是你要额外掏钱出来的 虽然政府讲可以回扣可以回扣 可以让物价变低 但这些是bullshit来的 真正下去 商家看到我的成本增加 我先要拿一两万块出来购置这些器材 然后我又要找人来做账 我又要增加这些付出成本 做账了你要audit 然后要成交 这些都要找一个人来做 你自己哪里会做 所以这些付加的成本很简单 我转嫁给消费者东西起价 所以刚GST推行的时候 物价起得很高 原因也在这里 但是这个问题在推行了三四年之后 该起的东西起了 该倒的已经倒了 该适应的已经适应了 你连当时的西门政府一上台 一句话就要取消这个GST 你买的器材我也不管你了 然后我们已经推行已经很顺畅了 退税也开始进入轨道了 虽然还是很慢了 要等几个月的时间才会退税给你 导致很多公司现金流不足 但是这些都是官僚上的问题 但是有进步了 有些要等一年的 后来只等三到六个月 我老婆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我当时是蛮了解的 这些都是问题 我们当时都批评了 可是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已经慢慢在改进之中 你突然一句话把它砍掉 这个是不对的事情 所以2018年改朝换代 我们支持这个政府 可是他要撤换 他要取消GST的时候 我当时是觉得多此一举 你应该直接调低税率 像我刚才说 你要推行一个新政策 必然会有阵痛 而这些阵痛已经由纳吉来承担了 你新政府可以坐享其成 这个阵痛已经过去了 你不用再去经历这些磨难 可是你可以得到这个好处 你却不要去做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事情 当然当时的政府 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 人民是反对GST的 反对他这个阵痛 政府处理的不好 其实你说大多数人反对GST 我也不认为 因为GST确实是比较公平的税制 只要你有消费 你就有给钱 不像马来西亚 我们马来西亚现在推行个人所得税 其实真正缴所得税的只有20% 你薪水4000都不用给所得税 还不够到那个level 这个是真的 因为我的员工就有薪水4000的 他是不需要去扣PCB的 什么叫PCB 有扣PCB的人 谢谢你们 你就是那20% 像我每个月有扣的 就是每个月要交所得税 直接从你薪水里面扣 直接交给政府 先扣到年尾 明年你才来结账 给多了还是给少 你要给多政府会退回给你 给少你就要补钱 像我六七月的时候不是讲很心痛 给了一辆车的税 那个是我补的 我给不够 每个月扣我的PCB 可是不够你要补 所以有给PCB的独有 谢谢你们 只有20%的人在给税 我们马来西亚哪里能够这样子撑下去 去GST绝对是对的 所以你问我 知不支持重启消费税 这个也是我问大家的问题 我看大家的投票结果 41%不支持 59%支持 其实我是站在支持的 这一方面也应该做 但是你现在做 其实是很愚蠢的 很愚蠢 我有一所一 我支持这个税率制度 可是你在现在短时间来推行 是傻子 第一 你马来西亚现在 生活水平 生活费涨得这么高 马币跌到这么低 经济这样低迷 很多人跟你讲 数据还很美 我们的通货膨胀并不高 好像2点多巴仙罢了 上个月有出来 2点多巴仙罢了 很漂亮 比全世界都还美 比纳吉时代美 比老马时代还美 拜托 不要躲在人气房里面 去外面问一下市井小民 问一下平民老百姓 你不用去问吃的东西 你去问加grab的就知道了 我每次做grab 都会跟他们调天 华人马来人印度同胞 我都跟他们聊天 他们都讲grab很难做 为什么 没有人出来 本来晚上是最好的 再去喝酒去pub的 没有人出来消费 午餐时间 大家也不出来吃了 因为很贵 抓紧见走 没有钱 所以我在家里打包东西来吃 或者是我就在 学校的池塘 或者是公司的池塘 或者是公司楼下 我不要做grab出去了 我不要去打包 节省这个费用 所以现在马来西亚经济非常低 马来西亚的股市也很低 1400多点 这是covid最高峰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股市 现在没有covid了 你跟我讲经济这样好 股市还是在1400点1500点排挥 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KLSC 你现在推这个消费水 而且你是重新推出 这个阵痛是不是又要来了 我跟你说 又会有一批商家倒 又会有很多东西起 必然的 当时纳吉在20152016 推行GST所要承受的苦难 现在要承受多一次 这是重点 而且我看不到政府 有未推行GST来做准备 当时纳吉虽然很多东西做的不对 像我们刚才举了很多 举了五六种 就是我讲消费税是对的 可是他推行的时候很多弊端 我举了五六个弊端 但是纳吉他用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 来为这个消费税推行做准备 现在政府跟你讲到好像 见在悬上一样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配套出现 所以短时间我真的不希望 这个GST来推行 会害死很多人 这个是真的 所以我希望GST可以推行 但是拜托政府 想一个好好的配套 你所得税要降多少 你的公司税要降多少 所得税 然后GST的出使税率是多少 你要给这些 又要再采购这些机器 我问你五六年前买的 这个GST的机器 assume你之前有买了 你做生意有报GST 你有买开单的机器 然后这个record的机器 做账的机器等等 五六年了 电脑都outdate了 都坏了 而且你五六年没有用 从2018年取消到现在 都五年了 五年你没有用 那个电脑你五年没有去用 它还能用吗 我问大家 当然有些人 他们还是继续有用 但是绝大多数像老商家 不要用那是最好 我用只是为了爆章 只是为了GST 并不是为了方便 所以你现在在推行 你要怎样去帮助这些商家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要有成套的措施 所以希望政府不要仓促而行 不要因为马来西亚没有钱 然后政府乱花钱 最近印了三万本可兰金出去 讲要印两百万本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课题我是惨到飞天 有三万本已经印出来了 用了半年的时间印三万本 是不是我当时就讲中了 我讲你是浪费人力物力 然后要寄去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要不要收 真的会到他们的手上吗 这个都是没有一个答案的东西 可是政府却花钱去做 像第十二大马计划 你随便就增加15个Billion 15个Billion就是150亿 安华大笔一挥就150亿 就这样子说 我们会在第十二大马计划里面 来增加推行 钱从哪里来 没有讲 沙比里有问了 慕尤丁好像也有问 慕尤丁还是哈姆萨 也有问这个问题 钱从哪里来 这个钱你在budget里面没有 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目 如果是15个Billion 就占据budget 300多个Billion的多少%了 5%了 我粗略地算一下 我数学不是很好 5% 对5% 15个Billion是300个Billion的5% 我没有算错 我应该没有算错 你就突然这样拿来花掉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我们没有钱 然后你又乱花钱 你就想要通过这个GSC来补动 拜托不要这样子仓促的推行 这个对你 这个阵痛一来 纳吉会倒台 纳吉这样稳固的政权 2008 2013年 华人票这么集中 纳吉还是赢 为什么 马来票 乡区的马来票 他们没有受到影响 你One and DB 你们金融领域的事情 外国投资比较进来罢了吗 我乡区还是一样过我的生活 可是你GST一来 乡区的杂货店首当其冲 像我老爸的杂货店首当其冲 老爸的杂货店也关了 现在我老爸得空就去加GREB了 我姐姐跟我每个月有给他生活费 他得空去加GREB 也没有开杂货店了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这个可以给纳吉岛 你联合政府也肯定一样 冲击太大了 配套措施要想好好来 至于很多人讲 很多人笑联合政府 其实是笑他 现在可以放纳吉出来了 你现在又走回纳吉的政策了 Boscow才是最好的 Boscow有远见 这种想法我当然是不同意 Boscow纳吉有做对的事情 有做错的事情 但是你不能用他做对的事情 来否决他做错的事情 一档还一档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事情 是纳吉所推行的 所以纳吉做错事情了 纳吉是我们的敌人 当然现在的政府也不把纳吉当敌人 以我的角度来讲 纳吉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就要否定他做对的事情 这是不应该的 对跟错一定要分清楚 而不是看阵线 而不是看你是谁的人 而不是看你知不知识他 你喜不喜欢他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 所以不要去嘲笑联合政府说 你看你走回纳吉的路 其实他们现在跟纳吉也不是敌人 纳吉是支持联合政府的 这一点大家要知道 但这不应该是我们考量的点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